OK,各位同学家长,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一个讲座, 然后这一场呢是中文的一个讲座,那可能大家已经看到过之前我没有英文版的,然后包括有越南的,是我的越南同事才要做的,所以今天的话就由我来做一个中文版的一个讲座,先做介绍一下,我是女王大学驻中国的招生代表我姓徐,大家可以叫我海门,那今天的话会在这样的一个方式线上远程的跟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今天的topic的话是starting in Canada, 那就是在加拿大的一个留学,那我今天会分四个部分来进行介绍,第一个就是关于加拿大留学的一些基本情况的介绍,第二个就是关于学生的一个生活在加拿大,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加拿大的一个大学体系,最后一部分我会来着重介绍一下关于queens女王大学的一些情况,OK,Let's start。 第一个部分的话,我想来简单说一下关于在加拿大学习,你会有哪些优势或者说我们加拿大的一个生活,有哪些值得大家去看到的一些优点,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左手边,我们有非常好的教育质量,不管是在中小学阶段k to 12,还是说我们的大学都有非常多的选择,学校也都非常的棒,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我们的同学毕业以后,或者说在留学期间你都会有一些工作的机会,他的工作以及收入都是非常稳定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有非常棒的一个医疗保健的一个系统,包括像现在一个全球疫情期间的话,其实加拿大也有很强的医疗系统去应对这一些突发的一个情况,以及大家之后的话可能在加拿大的一个生活或者说学习当中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可能会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医疗体系, 你会感受到他们的一些贴心跟关怀。第四个就是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安全的环境,那不管是在加拿大任何一个城市,你都会感受到加拿大的一个安全体系是非常的棒的,不管你是在校园还是说来到校园之外,你都会感觉到时刻被保护着。 第五点的话就是住房以及生活成本,那整体上来说作为一个留学生,你肯定能体会得到去到很多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欧洲或者说像我们隔壁的美国,你会有比较多的一个预算需要在那里去支撑你的一个留学, 但是在加拿大的话,它其实是不管是在大的城市,那还有很多的大学其实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城市,它的一个住房以及生活成本都是非常低的,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实惠的一个选择。 那最后一点就是它的一个政治生态是比较稳定的,它跟各个国家都保持了非常良好的关系,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会因为一些政治因素而影响到你之后在加拿大的一个留学或者说生活。 OK,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几张简单的图片,那加拿大其实是一个以国家公园或者说非常优美的自然环境所著名的,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国家地质公园,包括像美加边境像第一张图片这边看到一个加拿大瀑布,以及我们的一个洛基山脉之后延伸上去我们有班服国家公园,然后我们还有极光是可以大家能够领略到的,所以说在留学期间, 你会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在加拿大各个地方去旅行。 加拿大的航空公司也会定期的为学生提供一些非常优质的或者说非常优惠的一些机票套餐,可以让你们去领略到加拿大的美景。 那当然在加拿大生活的话,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可能会比较无聊,但是实际上加拿大的一个生活,尤其是在一些大的城市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力,或者说非常多活动的一些选择,那不管是像我们的一些温哥华,它实际上会有每年一年一度的各个国家的一个烟火晚会, 然后在多伦多的话,它其实是加拿大非常知名的一个国际化的都市,所以说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娱乐的设施,然后包括一些活动,你都是可以去参与到的。 那当然来到我们的一些小城镇,包括像女王大学所在的青石顿,其实你也有很多的机会去领略到各种各样的吩咐多产的生活,当地的人们也都会非常乐意去继续这样的一些活动去吩咐他们日常的一个生活。 那么下一点的话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些工作的机会,那其实很多同学去选择加拿大留学的话,都考虑到的一点就是想留在加拿大工作,或者说看到加拿大的一个学生签证是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学在,不管是留学期间,还是说毕业之后去参加工作的。 那像在留学期间的话,加拿大的study permit学生签证是允许你们首先第一个,每周有不超过20个小时的part time的一个时间。 那么第二个的话,在假期的时候你是可以去做一个全职的工作,相当于跟我们加拿大当地人一样,可以有每周40个小时。 另外的话,加拿大还有很多的一些机构,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教育机构,它实际是跟当地的企业有一些合作的,所以说你会有很多的一些时间的一些机会, 包括像在各个国家的话,加拿大的大学,或者说college,他们跟各个国家的一些机构也会有一些合作繁殖。 所以说疫情期间,其实你可以体会到可以在自己的国家不用去到加拿大,也可以有一些留学的一些机会。 那最后一个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带新时期,或者说我们经常听到的co-op,那这一块的话是加拿大或者说北美非常知名的,加拿大各个大学也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带新时期项目。 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同学选择加拿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通过带新时期的话,你在毕业之后会有更大的几率,以及更高的一个机会去快速地找到一个工作,获得我们当地企业的一个青睐。 那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毕业之后,那加拿大的工作签证的话,对于我们的留学生是非常有利的,他会给到我们的同学最高三年的工作签证。 对于我们去加拿大,不管是本科学习,还是说研究生,其实都会给到一到三年。 那大部分同学我基本上是没有看到过会少于三年,所以说利用三年的工作经验,无论你在加拿大工作,还是说利用这三年你去做一个移民,都是非常充分的。 最后一个就是吩咐的工作机会,那加拿大的话因为跟美国非常接近,包括它整体也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国家,所以说你会有很多的机会在当地的企业实习。 那像在一些大的城市,比如说像多伦多温哥华,那这些城市的话跟美国的一些企业都是有紧密的合作关系的,包括像比如说好莱坞,他们都已经把自己一部分的总部,北美总部转移到了加拿大, 所以说你会有很多机会跟国际上知名的一些企业去做合作。 那最后的话,下面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学生的一个生活,那国际学生的话是加拿大很多大学非常主要的一个学生来源,那大部分的同学都会去到,比如说我们左手边British Columbia,这个是我们的BC省,这个省份的话有知名的城市,比如说像温哥华,那里有很多很好的大学, 然后大部分的同学会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省份叫安大略诊Ontario,46%的国际学生都会来到这个省份,因为这边有最多的一个大学资源,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在OAC系统上有23个大学,另外的话排名第三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法语省份, 它是全部讲法语的会去到魁北克,这里的话有个著名的城市就是Montreal,也就是我们大学麦基尔所在的这个城市,那基本上分布来说的话,主要就是这三个城市,当然也有一部分同学会去到中部的一个省份,像埃尔伯塔或者说是曼尼托巴奖。 那么从国际生身远上来看的话,其实跟其他国家也都差不多,我们最大的一个国际生来源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印度,有非常多的一个学生, 然后第二点,第二个的话就是中国,有非常多的中国学生常年都会去到加拿大去学习,那第三个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图上快速的寻找一下, 你会非常惊艳地发现,越南其实它在慢慢成长为加拿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学生来源,相信未来的话这个数字会进一步的一个增长,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看重我们越南的市场,包括我们对越南需要有更多的了解。 那说完这一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的一个大学的一个体系,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跟美国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的大部分大学都是公共, 我们有96个,那基本上大家目前在学校里,或者说在其他第三方听到的一些大学名称,其实都是公立大学,那另外的话就是加拿大大学有非常多丰富的专业,可以供大家选择有超过一万五千个, 基本上我们目前国际上所涵盖到的一些主流专专业,包括一些相对比较冷门的,或者说一些新兴的专业,以及我们一些高新的专业,其实都可以在加拿大的大学中中找到。 那大学的话,对于加拿大其实有几个优势,在国际上来说,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教育水平,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项目,包括一些非常知名的教授也在学校任教,以及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研究性项目也在大学开展。 第二个的话就是多样的一个学习计划选择,那这个的话是很多我们高中的学生可能不太了解,或者说可能暂时还没有考虑到,但实际上来到加拿大的话有非常多不同的路径,比如说很多同学可能目前讲的是我想去读一个university大学,但实际上在加拿大的话有很多学生也会选择先通过college,然后再进入university,那college是一个非常注重实践跟我们工作以及学习相结合的, 很多同学可能会通过一到两年的college学习之后,transfer到一个university一个大学,这样的话会给他们更多的一个时间去了解自己的一个习套,然后再进行大学的一个选择,当然来到大学以后的话,你还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去拓展自己的一个study plan,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在single major的基础上,也就是主专业的基础上去选择一个收专业, 你可以选择一个副专业minor,你可以选择研究性的专业,比如说specialization,同时的话对于很多同学现在目前想选多个专业,或者说对两个专业都感兴趣的时候,你是可以去选择media这样的一个平行专业的一个学习,所以说有非常多的一个学习计划选择,都是吩咐你的知识背景,以及未来的一个就业市场,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超值的留学预算,那在加拿大我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不管是住房,生活的成本,其实都是非常低的,另外就是我们大学的一个学费,非常优厚,除了我们奖学金之外的话,基本上在加拿大来说,四年的一个大学费用,我到时候会给大家一个数字,在全球来说的话,都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是很多我们的中产家庭,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去到加拿大留学,再加上你在毕业之后, 可以工作,所以说这个生活的一个压力都会就不会太大,最后一个就是学习与就业相结合,就像我说的加拿大的学校是非常注重于实践的,相信很多同学在完成毕业之后的话,肯定是需要选择去工作的,或者说去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这个是大家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说我们在大家的学习期间,其实就是引入了不同的课程,或者说不同的一些平台,帮助大家去更好的就业, 以及在学习期间就能够快速的做好一些准备,所以加拿大的大学都是非常注重这一块的学习与就业相结合的,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刚才我提到的一个费用,那我们在加拿大学习的话,大家不同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 那比如说像大家,现在我们目前看到的很多同学会去的本科,一般来说加拿大的本科时长都是四年,当然对于极个别的同学,他可能会比较快速的去读,那基本上时间会控制在三到四年这样的一个range, 那我们一般来讲都会建议大家去四年,这样的话就是一个honor degree,对于你之后去申请研究生或者说不同其他国家的研究生来说, 这样一个honor degree是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大学都是认可的,那它的费用的话根据不同的专业不同,基本上是在一万九千加币到七万加币不等, 那例如一些医学啊,然后像engineering这些专业可能相对费用会高一点,但是像比如说arts and science,这些费用相对就会低一点,所以说有不同的一个range, 那来到研究生跟博士的话,这个费用会进一步的压缩下去,像一些学校的话,它是实现了研究生跟博士与当地的学生的费用是一样的, 加上如果你有一些stolarship的话,它的费用其实不会比你在国内学习更高的,所以说在这个阶段的话, 其实很多同学也都会选择在本科结束之后继续在加拿大攻读他的一个研究生或者说博士询问, 那么关于专业方面的话,有几个大类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不同大学也都会有, 那基本上就是人文社科大类,然后商科,commerce,business,然后工程,engineering,教育学,环境自然管理,理科大类,science,健康科学,health science, 以及最后一个law school或者说是medical school,那我单独想讲一个关于我们的法学跟医学, 那加拿大的法学院和医学院的话,它的一个设置并不是直接对于我们高中毕业生开放的, 也就意味着通常学生是需要完成一个bachelor degree,也就是本科的专业之后, 再去通过法学或者说医学的统一考试,申请到法学院或者说医学院, 并且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去有一个我们叫PR,permanent residence, 或者说是加拿大的公民身份才能去申请,那这个路径的话是现阶段来说, 很多国际学生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但是对于本国学生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也都是需要完成一个本科学位之后, 花一点点时间准备考试,然后再去读一个法学跟医学这样的一个选择, OK,说完了专业的话,我们现在就进入最后一个部分, 来介绍一下Quinx University这所大学,我们的女王大学, 可能很多同学之前已经了解过我们女王大学, 那今天的话我会在着重关于我们的专业以及学校的一些特色,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年最新的一个排名, 跟大家做一个更新,关于我们这个the higher, time's higher education impact ranking,那这个是相对来说在国际上比较新的, 比较年轻的一个ranking,那它并不是专注于在学术上的, 它的一个本质上是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目标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ranking, 对于大学高等教育来说,里面有非常多的quiteria, 就是我们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指标, 它不仅仅像我们所熟知的QS或者times的一个ranking, 只是局限于在学术上的,它还会涉及到比如说一个教育的公平, 然后贫富的一个差距,环境以及绿色校园这样的一些指标, 这些的话安全性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说有非常多吩咐的指标, 我所知道的大概是有十多个吧,那这些指标当中我们在综合排名上的话是北美排第一, 然后在全球的话是排第五,其中有几个指标我们是全球第一, 首先第一个就是贫富差距上,第二个就是关于我们公平性, 这个公平的话是指我们的一个男女的平等, 然后包括学术上的平等以及我们整体种族无歧视这样的一个指标, 我们在全球都是排第一的,另外的话我们在绿色校园, 然后包括在校园的一个整体建筑建设以及安全性上的话, 在全加拿大来说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排名, 下面来看一下学校的一个具体情况, 那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这个城市, 或者说有没有去过Kingston,去过加拿大, 那我们现在图上所展示的就是Kingston的一个location, 中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红色标注就是我们学校所在的位置, 我们这个城市叫金士顿,那它是加拿大的第一任首都, 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是沃泰华是我们的首都, 但是既在加拿大建国之前,Kingston是它第一任首都, 那我们这边讲的是Halfway to Everywhere,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交通便利性, 这边有几个重要的城市大家标注出来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是多伦多, 然后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首都沃泰华, 以及最右侧是一个蒙特利尔, 这个这三个城市是加拿大东部最大的三个城市, 他们的总人口加起来占据了加拿大三分之一的人口, 那我们的城市去到这三个城市, 无论是火车巴士飞机还是自己开车, 都可以在一到三个小时内到达非常的便利, 那另外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图中有一条石线弯弯区区的, 这个其实是加拿大跟美国的一个边境, 所以说我们学校离边境的话也都是非常近的, 大概开车就是三个小时到四十五分钟的样子, 所以说无论去到比如说像雪城, 然后像最右侧的波士顿, 以及在下方一点的纽约的话也都是可以开车去到的, 所以我们的同学一般去到加拿大都会申请一个加拿大的签证之后, 不好意思, 申请一个美国签证, 然后可以每年的多次往返美加边境, 不管是去看场NBA还是说去购物, 还是去领略一下美国的一个大城市, 大都市这样一个风光都是很便利的, 说完了地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学校, 那现在大家看到这张图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鸟看图, 我们整个学校不是特别的大, 从最东边到最西边步行大概就是十到十五分钟的样子, 非常的便利, 那我们大一的同学都会选择在学校住宿, 大家可以看到在右下角这个十字的一个建筑, 这个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栋建筑楼, 它是一个我们叫Victoria Hall, 我们一共有十七栋住宿楼, 我们是保证大一的学生住宿的, 所以说当你在学校住宿的时候, 其实你每天的通勤往返的话, 基本上就是走路就可以搞定, 所以不会很夸张的, 大家需要自己开车去学校,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离市中心, 大概也就是步行十分钟的样子, 整个金士顿的话, 它是一个旅游型城市, 所以说每年到夏天秋天, 基本上从三月份开始到十月份, 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一个时间, 都会有全球各地的游客来到金士顿, 所以你可以在当地看到形形色色的人, 然后你可以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动在那里, 那么除了我们的主校区的话, 我们在英国是有一个分校区的, 我们叫Bader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那这个城堡的话, 是一个15世纪的城堡, 是我们学校的校友Dr. Bader, 在90年的时候买下来, 捐赠给我们, 我们在两千年之后, 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国际小区, 那一部分专业的同学可以选择, 在大一的时候, 直接去到英国进行学习, 那这就给了大家一些非常好的机会, 尤其是像那些学生是比较喜欢旅游, 或者说比较对欧洲的一些文化, 跟大学的氛围感兴趣的话, 其实你可以选择在第一年英国度过,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一个主校区, 那在这里学习有比较多的一些优势, 首先在这里的话, 我们会是一个小班化的教学, 它的平均人数大概每个班的话, 是12个人到13个人, 整个学校也不是特别大, 常年的学生入读大概是在140个人到150个人的样子, 所以说你会在大一的时候, 你会体会到教授其实都是可以叫得出你的名字, 并且你有任何问题, 在课堂上都是直接跟教授去交流, 所以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体验, 另外一点的话, 由于它是在英国, 所以说我们每次其中考试完成之后, 会由教授带着大家去做一个study trip, 去游学, 我们之前同学去过了巴黎, 罗马, 米兰, 伦敦, 布鲁塞尔这些城市, 有非常多的机会去领略我们不同欧洲的一些城市的文化跟风貌, 之后的话就是来简单看一下专业的一个情况, 那我现在目前所罗列出来的就是我们所有开放的一个专业, 这个是在大家OAC系统上可以看得到我们申请, 当然每个学院下面还会有细分的专业, 那今天的话我就简单来挑几个专业, 跟大家进行讲一下, 首先看到左手边第二个commerce商科, 商学院的话是我们学校的相对来说最知名的专业之一, 在全球的一个彭博社, 北美彭博社的一个排名当中, 它被品为了全美前二世的一个商学院, 那它的专业设置也是比较独特的, 它会通过两年的时间教授我们的同学商科的所有分支课程, 也就是包括我们的human resource, 整理资源管理, 金融, 会计, 市场营销, 国际贸易, 然后领导力这些学科, 然后在第三年高阶课程开始的时候, 我们再允许学生进行单独的高阶课程选择, 那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的话, 我们把它称为common first year,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同学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商科基础知识的一个构建在前两年, 那么之后的话通过自己的一个实践跟实习, 他会对自己的定位以及喜好非常的清楚, 不至于在高年级的时候可能突然发现, 之前选了一个专业并不是自己喜欢的,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common first比较特别的,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common first的学生非常热衷于去参加一些交换项目, 我们有87%的学生都会选择在高二大二或者说大三去参加一个交换项目, 我们有全球非常多的一个商学院的合作资源,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商学院的学生平均就业率在92%到93%, 都可以在六个月内快速的找到工作。 OK,下面一个就是我们来看到第五个Engineering工程学院, 工程学院是我们学校比较老牌的一个专业, 那它在下面有非常多的一些细本专业,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化学工程, 另外的话我们的地质工程和我们的矿物工程也在全球是排前列的, 以及比较独特的一个生物工程, 这个也是近期有非常多同学会去选择的一个专业,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在工程学院有两个比较特色的一个专业, 第一个就是电力计算机工程, 以及我们下面左手边最下面的一个我们叫机械机器人工程, 那这个专业是我们去年最新开设的, 它在全球招生的名额是50名, 它的一个专业方向是以我们的人工智能方向的设备制造跟硬件开发为主, 那小到比如说大家所佩戴的一些智能设备, 然后大到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康复治疗中的甲值抑制, 以及我们航天中所需要的一些智能设备, 其实都是由这个专业背景的同学去研发跟制造的, 再来看一下右手边, 文理学院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学员, 它的招生人数大概是在2000到2200左右, 它下面有非常非常多专业, 接近200个可以供大家进行选择, 所以说像大家所熟知的文科类的经济心理学, 统计化学, 然后以及像各类的一个语言法语, 德语, 日语等等都是在文理学院下面的, 所以说这个专业就是, 这个学院的话是比较适合我们的同学, 在现阶段比较不太了解自己的一个专业方向是什么, 或者说可能在两个三个专业中间徘徊, 那么去到文理学院的话, 你会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探索不同的专业课程, 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再去确定自己的一个专业方向, 最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计算机专业, 计算机专业的话有非常多传统的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数学, 软件计算机等等, 那我们比较特别的一个专业就是远程医疗计算机, 远程医疗计算机的话是提供了我们现在最尖端的一些医疗, 计算机技术以及软件的一个研发, 这个专业毕业的话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去到世界各个知名的一些医院, 或者说一些智能医疗设备制造公司去做这样的一个事实, 最后就是教育专业, 那我们学校教育的话是为数不多的, 在加拿大大学当中本科阶段就开设的, 那它是一个五加四加一的一个专业, 一共五年, 前四年的话你会学习到Art Science, 或者说Music, 或者说Fine Art, 是一个某一个方向的一个学士学位, 那么最后一年的话你会学到一个教育相关的一些专业, 那你会在毕业之后的话拿到两个学士学位, 那完成之后的话你会有一个Summer Deplacement, 也就是去到我们当地的学校做一个实习, 之后的话你可以申请在加拿大当地的学校去工作, 或者说回到自己的一个国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专业的话也是这两年有非常多的国际学生进行申请, 因为国际教育这个范围的话在各个国家, 尤其是我们的比如说像中国或者说越南, 其实国际学校的数量是一直在增长的, 那这个方面的专业人才是非常空缺的, 所以这个专业在毕业之后他的一个工作会是非常优厚的。 下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学校的一些情况, 女王大学的话是一个规模不算特别大, 但是他有非常多的一些专业的老师, 然后包括有非常优势的一些专业开设, 为我们的同学在本科阶段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个机会, 无论是去做一些科学的研究, 还是做一些人文的一些知识积累, 包括像去做一些实习等等, 你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挑战等着你, 那我们也是非常鼓励同学去拓展自己的一些知识边界, 无论是去到国外去进行学习,交换学习, 还是说在学校跟着教授去做一些研究, 也去增加自己的一个双专业, 或者说探索其他专业的一些课程, 我们都是非常鼓励他们去做的, 那我们学校有开设非常多的一些专业, 供大家做一个选择, 一般来说我们在第二第三年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拓展, 另外的话我们也有非常专业的一个教师团队, 他们会给到大家一些专业的建议, 去知道大家怎么样去吩咐自己的大学生活, 去提高自己的一个大学学术能力, 下面一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在学校中学校期间, 读书期间你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去做一些实习, 或者说part time去吩咐你的一个读书生活, 或者说很多同学可能会想着说通过工作去赚取一些零花钱, 这个的话就是在学校有非常多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你可以在学校期间去做一些part time的一个工作, 我们学校的话有非常多的一些设施, 不管是咖啡店或者说是一些领袖商店, 他们都是开放给我们的同学去进行工作的, 同时我们学校有非常大的一个学生组织叫AMF, 它是全加拿大最古老的学生组织, 它下属的非常多的一些机构, 包括我们的学生社团都是100%由学生去运营, 并且开放给学生进行工作的, 那这个机会的话其实都是我们学校鼓励学生去参与到大学的日常管理跟运营当中, 也是非常希望能看到我们的同学去把这个学校建设的更加的好, 所以说你有很多的机会去工作, 然后并且去学习, 学后的话就是一个实习项目, 那我刚才说到了在我们学校的话, 在我们学校的话我们是有自己的一个实习项目的, 我们叫co-op或者叫internship, 它的长度是在12个月到16个月, 基本上是发生在大家第三年结束之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们的很多同学的话可以选择在加拿大当地, 不管是在多伦多或者说去到其他城市, 还是说去到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 你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实习, 平均薪水大概是4万3000加币到6万加币, 通过参加这个项目的话, 我们很多同学可以在快速的在毕业之后找到一个心意的工作, 或者说就被当初的实习单位反聘回去公司, 解决了从毕业到就业这样的一个无份衔接, 最后的话就是关于一些学校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会给大家一些学术的挑战, 但是同时我们的学生服务也是最大程度的保证我们的同学能够更好, 更快速的去毕业, 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我们的心理, 以及我们生活上需要一些支持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服务, 那比如说我们有专门的国际学生服务中心, 像今年的话由于疫情期间很多同学去到学校可能会去面临一个隔离, 或者说之后的话需要去融入当地的一个生活, 那国际学生服务中心就是第一个他们可以去寻求帮助的一个地方,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学术上的一些组织, 学术上的组织以及帮助大家做一个心理的一个建设的, 那很简单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每次集中考或者说集中考的时候, 都会组织学生去参与一些活动, 比如说像去一些宠物, 留一些宠物乐园, 然后能够让大家在里面去做一些放松身心的一些活动, 或者说我们有一些音乐会等等, 都是能够帮助大家在大学有个更好的一个学习跟生活的一个状态, 最后的话来看三个数字, 让大家感受一下在女王大学学习跟生活有怎样的一个收获, 第一个是retention rate94.6%, 这个数字的话是我们统计了有多少大一的同学在一年内快速的完成大一的课程, 进入到大二开始专业课程的学习, 我们的同学做到94.6%, 这个是全加拿大最高的一个比例, 其他学校的话它的一个平均数字大概是在80%的样子, 之后就是我们就毕业率89.5%, 今年最新的数据大概应该是在90.2%的样子, 这个在全加拿大也是最高的,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就业率91%, 平均就业率的话是统计了我们的同学在毕业之后六个月内找到工作的这个概率, 部分专业的话他的毕业率会不好意思, 就业率会更高一些些, 那么来到学校之后的话, 大家其实是可以期待很多的一些丰富多产的一个生活, 首先第一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学校的住宿问题, 那我在最开始提到了我们学校是有17栋住宿楼, 提供了我们大一的同学住宿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只要你申请了我们学校的住宿, 我们一定会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们有不同的房型, 单人双人三人跟四人, 像图上的话就是一个双人间的配置, 另外的话我们也有像比如说这样双人间的一个, 四人间的一个配置, 所以说不同房型你都可以自己去进行选择, 我们会根据大家的一个first choice, second choice进行排序, 那大部分同学的话会选择单人间, 我们也是有最多的单人间的房型, 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便利, 与我们的住宿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的餐饮服务, 那它是一个自住餐的形式, 每周的餐饮的话也都是会进行更替,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会吃得好, 或者说吃不惯这样的一个问题, 最后就是来看一下关于一个语言要求, 对于我们国际生来说的话, 除了正常的一个transcript之外的话, 你还会去提供一个亚斯托福, 或者说多灵国这样的其他等等的一些语言成绩, 去满足你的一个申请, 那我现在图上这张表格, 大家可以去拍一下照片, 简单来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本科植物要求, 会需要大家进满足总分, 比如说像亚斯6.5, 然后单项都不低于6分这样的一个要求, 或者说像托福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有四个专业是开放语言课程选项的, 分别是我们的文学院, 理学院, 计算机学院, 以及我们的工程学院, 四个专业, 如果你的亚斯成绩, 或者说托福成绩没有达到目前这样一个标准的话, 你可以通过八周, 或者说八个月的语言课程, 然后继续开始我们大一的一个学习, 所以说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可以去考虑一下, 如果你的语言成绩目前来说没有达标的话, 可以去添加这样的一个QBridge Program, 作为你的Plan B, 然后的话, 你可以在四月三十号之前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的一个Language Test Result, 直到你满足要求的话, 只要你在四月三十号之前提交给我们, 我们都可以把你视作为达到录取要求, OK, 申请上的话简单就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是非常的方便的, 我们基本上都是在OAC上完成申请, 我们叫Ontario University Application Center, 安大略大学中心, 申请中心, 在这里如果你对其他的大学感兴趣, 比如说像多伦多大学, 沃台华大学, 你都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同步的去进行申请, 那申请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会需要一些材料, 比如说像大家的一个语言成绩, 然后你的在校成绩单, 这些都是用来去完成你的申请的, 你们只要去关注自己的一个邮箱, 会进一步跟大家沟通, 同时邮箱也是唯一一个, 我们学校跟大家建立联系的一个方式, 最后的话简单来说一下我们的一个奖学金, 我们的admission scholarship是从1500加币到9000加币不等的, 大家不用自己申请, 我们会根据大家的成绩自动发放给大家, 所以说你会在你的offer上直接看到你是否获取了奖学金, 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联系方式, 我们在Instagram以及Facebook上都有相关的账号, 同时我们学校有任何活动也会在Instagram跟Facebook上, 去进行公告, 以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疫情期间, 大家可以通过线上的一个校园游览的方式, 全三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游览方式, 可以去了解一下校园的一个各个建筑, 以及我们校园的一个生活是怎么样的, OK, 今天的讲座的话我就到这里, 我相信应该有一些同学跟家长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开放给同学去提问, OK, OK, I'm down here, and so if parents and students have any question, I'm open to answer the question. 大家可以在chat这个留言栏里面可以去留下自己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是直接说话应该也可以, Oops, sorry, 谢谢大家 Hi Diviani, are they able to, okay, sure, no problem. Okay, I see Diana's question. How expensive is the student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e and two? Okay. This question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We're in the school of住宿. We're in the house with our mouse plants. So, we're in the house of 15,000 to 16,000. This is our spending. So, we're in the house of 15,000 to 16,000. We're in the house of 15,000. So, for example, we're in the house of 15,000 to 16,000. 或者说自己做饭 所以说这个生活成本会像降下来一些些 但是在学校住宿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一到两个人的话 这个费用差别不是特别的大 我具体的这个数字不记得了 但是的话因为我们总数大概就是一万五到一万六 所以说一到两个人的话 大概就是几百加币的一个差距 OK any other question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可以在这边留一个我的email just in case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来问我 中文跟英文都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学校 emission的一个邮箱的话 也是这个 大家也可以有任何问题 可以直接跟emission office发送邮件 都没有关系 OK这边问到一个不需要OSC 对没有 只要你目前使用的任何平台可以对接到OSC的话 都是可以申请到 或者说你的平台上能看到我们的queens这个list 你都可以申请到 所以OSC并不是唯一的一个申请渠道 OK这边问到了学校是提供三餐的吗 我刚才说到的我们的一万五千加币其实就是覆盖了我们的餐饮的 所以说准确的来说的话 我们应该是一周提供19个mels 也就是如果正常我们期间去算的话 正常应该是21个 但是我们是提供19个standard的mels 其实至于剩下这两个呢 这个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之前是提供21个的 但是后来会发现很多同学其实在之后 他并不会去用完这21个 很多同学可能会想着在周末的时候去换换口味去去学校外面去吃 所以说我们会提供19个standard meals 然后剩下的两个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去学校外面自己就餐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student的一个student car上面的话 它会有一个我们叫flex dollar 也就是有点类似零花钱的概念 这个的话大家可以是冲钱去里面的 我们学校有大概15个到20个的零售餐 餐的restaurant 大家可以去选择 不管是披萨还是说是中餐面食 然后典型这些 大家都可以去用那个blast dollar去支付 当然其余的话 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在三餐 在学校解决 所以那个数字的话 我再说一下 大概就是15000到16000加币的样子 那么我们在听 Christmas